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现在暂时都使用心体会的 我们现在暂时都使用心体会的 我们过去所修过的功德 不论是不是持戒或者静坐的功德 我们现在暂时都使用心体会的功德 我们现在暂时可以慢慢回想一下 我们现在暂时都使用心体会的功德 有的人每一年都有机会 供养功德意 有的人平常有供养戒杀 我们现在供养托波 供养托波 供养妖务 供养思愿 有方生 等等功德 意念到不时的功德 甚至发喜充满 因为我们正在累积 正在准备 为了未来的灵食之外 我们同时也正在消除内心的烦恼 就是我们的谈 还有我们每一天都有持戒 持戒的功德 让我们感到清净 有的人每一天 平常有持五戒 在佛日的时候 有持八戒 意念到这些功德的时候 心也会感到发迹充满 我们每一天都有送经 静坐 来精化我们的心 越来越靠近 灭盘之道 解脱之路 解脱之路 意念到这些功德 心也感到发喜充满 尤其是我们昨天 有参加泰国法神式的 现上法会 有点灯 供养大法神色利塔 还有送尊法轮经 意念到这些功德 让共德来自满 我们的心 心感到清净 受福 然后我们来 来采取 自己感觉 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坐 单盘 三盘 坐椅子 都可以 看自己 看自己的身体 状况 有的人 昨天 方便坐在地板上 盘腿静坐 如果今天 感觉 脚有一点 转 有一点 痛 我们要改成 坐椅子 也可以 总而言之 我们就以 轻松 舒服 为主 轻松 也就是说 当我们坐下去了 感觉 这样坐 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 酸 鼻 马 通 这样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 都不管 做 之 好不好 看 装不装 眼 现在 我们先 失败 失败的 做 然后我们 就 来 观察 一遍 全 神 的肌肉 从头 顶 到脚 底 哪里 紧绷 哪里 不舒服 我们 现在 就 调整 调整 把它 放 轻松 我们 不怕 慢 因为我们 知道 身体 的放松 为 对 心理的 宁 我们 有很大的 很大的 帮助 我们一起来 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分松 每头 每头 也跟着 风 轻松 每肩的肌肉 也跟着风 轻松 每肩的肌肉 两边的肌肉 也 都分 轻松 中 另外的肌肉 顶 脉筋 一颜色 颜色 颜色 肩膀 都完全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刚刚好的停止 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 也就是说我们感到轻松舒服 而能维持觉知正念 要不也放松 两只脚大腿小腿 直到我们十只脚趾头 都完全放轻松 全身都放轻松 选生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失败字 最少有三个意思含在里面 有轻松的感觉 有慢慢来的感觉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调整身体的时候 感到失败 感到轻松舒服 我们不着急 我们不着急 觉得不难 因为我们就是来 做着 休息 而已 然后我们来深呼吸 两三下 把我们内在的紧张 所有闷闷的感觉 我们现在可以排出来 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又深 又长 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的吐气 再一次 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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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尽的思维 然后再慢慢 得逐 去 我们感觉 轻松 失败 现在我们的体内 感觉 是恐慌 通透 轻松 舒服 然后我们 我们试着 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 好像自己 正在 坐在一个 宽广的地方 周遭都没有任何 人 人 事物 只有自己 一个人 正在 坐 着 休息 因为我们 正在 坐着 休息 所以 我们 现在 都可以 把 所有的 负担 一些 的 关 爱 全部 都可以 放 下来 我们 现在 都没有 去执着 过去 也没有 再担心 未来 只有 失败 失败的 在 当下 受 舒服 佛 的 做 而已 你 我们 把 所有的 念头 全部 都分 下来 身体 身体 分 心 中 分 下 轻 轻 松 松 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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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 我们 就把我们的 心 安放在 身体的 中央点 那里 位置 就差不多 在我们 腹部的 中央那里 当我们的 心 轻轻的 碰出 身体 中央点 的时候 感觉 就好 比 我们 正在整着 柔软的 枕头 一半 很想把心 一直拧 静 定在 这里 因为 我们 身体的 中央点 就是 我们 心 意 的 家 所以 在这里 我们感觉 很安全 感觉 自由 自在 那么 接着 就行 大家 一下 空 空 静 空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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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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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一些众生 我们只要行行的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导寻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 生在佛化发生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 口意 终生行善 一点二夜都不要去照 愿我们只叫善友 没有叫任何损友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射身 斟酱 洗脱才 нуть理采 愿免 光 化人 compl 毓 肯用功德 佛鲁 말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长寿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准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非之佛 每一准阿罗汉 同样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道师 有隆布主师 隆布他们是有法圣师父 咱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Rakang Pantamisapaso,Sapaputtanupavena,Sapathmanupavena,Sapasangkhanupavena,Sathasothi,Pavantuten. 请大家与罪法师的心,互相随喜功德,Sathu. 今天我们会有在想到以前在泰国法神寺那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有回去泰国,回去一次就差不多三个礼拜左右, 有些时候就会有师兄师弟,就请罗匹到其他三指四指甲去开室,有些时候罗匹要坐车两个小时,来回就四个小时,回到寺院也差不多晚上十一点,十点十一点左右,不过很乏喜。 罗匹还记得,有些时候有某一位罗匹请罗匹到国外去开室,比如说去杜拜,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香港,坐飞机五个小时。 但是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只能开一两场而已,然后又再坐飞机回来五个小时。 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每天都可以见面,而且每一天都可以分享佛法,跟大家结这个善缘。 我想到这功德很法喜,我们来听个案研究。 我们前天讲到女厨师,当她进入皇宫的时候,一开始她没有改变王宫里的菜肴, 因为她想先了解,先学习一下。 在皇宫里面,她是怎么主菜的,怎么让国王身体健康,先看他们的食谱是怎么样。 然后呢,当她慢慢了解了,所思议了,她才会慢慢结要丑,为了让国王身体更健康的。 她之前有学过的那些怎么把药药加入这个食物呢,已经熟悉了,就把它拿来用,要供给国王吃。 有些时候,当她打听到其他地方有很好的药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所以她要派一些军人,要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去寻找药草。 而且,科技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他们要骑马去,当他们去了之后呢,也要派信使去追进度,就是说,你们找到了吗?那种药草,找到了吗? 如果大家是这些军人,你们会不会紧张? 已经派来了,她要来追进度,所以她也会紧张,他们也会紧张。 她的心就一直专注在国王的食物,那有关这些军人怎么找到,用什么方法,她好像都不管了,因为好像重点就是在国王的食物那里。 因为她负责任,就是她很认真做这个任务,所以后来受到国王的认同,也是说,国王就给她全力照顾国王的身体健康, 就是有关食物方面,还有医药方面,医疗方面就给她来照顾的。 当有人把药物供给国王的时候呢,她也会先看,这些药物有哪些成分,对国王好不好? 直到她检查了,没问题,一定会对国王的身体很好,她才拿去供给国王。 然后呢,当她有得到了这个国王给她的选利之后,后来她就盖了种植物的纹饰,就不要到其他地方去找药草了,自己种就可以。 当国王去巡逻国界的时候呢,她也会跟随国王去的,而且都会准备自己的材料,自己的药草。 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呢?因为她感觉身体要安全,所以如果要用当地的那些材料可能不安全,所以呢,她都带这些东西跟着国王去。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呢,国王要亲自跟官员们开会,常常开会嘛,因为要发生战争。 她不只是准备精致的食物供给国王,也要提供给那些来开会的官员。 当已经发生了战争 如果有军人去打仗回来 有受伤的话 他也会找药草来治疗他们的伤口 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当国王的厨师 不过有一天国王出家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很关心国王出家了 那他现在吃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有营养吗 好吃吗 味道怎么样 他就很关心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入室去服侍 国王跟僧团了 不只是初阶的国王 还有所有的僧团 他都准备精致的食物拿去供养 当长老年纪大的时候 他也会特别找身体更好的那些食谱 要做什么 才会让国王身体更健康 不生病 有些时候因为人的生命 身体是无常嘛 当然初阶的国王偶尔也会生病 那个时候他就很紧张 他就想说该要找什么药 要配什么药 要做什么食物 供给初阶的国王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 他就隐藏了一些压力 而且当他要打坐的时候 时间到了 他也忘记打坐 因为心一直在 国王 初阶国王的身体健康 有些时候 有做 但是心不在演 就是没办法 集中在身体的中央点 他就一直在想 国王身体怎么样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 长老提醒他 你这样下去不行咯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 逝者 他们都正入内在法身了 只有他一个人 都没有什么好经验 所以国王就直接跟他讲 你这样下去不行了 你要认真静坐 但是当他听到的时候 他也觉得身体健康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还是忽略静坐这一点 直到长老远急 就是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很难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心就一直在想 哦 以前有机会服侍 国王 服侍长老 但是 现在 我敬爱的 长老 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那 接下来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就要明天继续听了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 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